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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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是皇家對上 代上下水 不是 我什麼都沒有說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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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皇家空惡 好尷尬啊 有有下水道站起來 呵呵呵呵呵 這個擋住皇家應該蠻難過的 那這邊應該是魔導狙擊手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沒有意外差不多 反面可以按 我們可以按左章懷念吧 對 我現在看要難得 我反應感到 這個可以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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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面的手順真的不是蓋的啊 這樣講話 這樣講話可以 喔好好 okok 哇這邊他在思考 要不要把這隻二二解掉 那我想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解的啦 呵呵呵呵 這遊戲當然是要幹臉的啊 呵呵呵 對對對 開眼中收一來 對對對 對對對 來 那你們在這裡 這裡面那一桌 然後迷路由你 然後 最後五百 那這手 穩定的是3加1啦 那這手 穩定的是3加1啦 那這手穩定的是3加1啦 上面又進一張雙擊 那這對皇家是滿尷尬的 因為他等一下如果 把 532 532 女忍者大師鋪下去 是有可能會被對方雙擊解掉的 這邊 這邊應該是會 對 丟 赫特爾吧 對 對 對面一定是赫特爾 那 下面要看他的選擇是什麼 對 因為要看他有沒有防 防一手 如果有防一手的話 是可能會拉 或者是賊小豬也可以 對 這邊也是很尷尬 因為 對 還是怕會有美女野獸 不過大小還是有壓力在的 對 雖然比野獸小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壓力 那這邊應該是要進化點 對 果然是要進化點 因為這個壓力皇家是蠻難過的阿 對阿 下面沒有必殺 也沒有 對 這邊一定 也不一定 他說不定可以用圓桌 還是他有那個可以挑 喔 沒有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是聽到你 喔是聽到我的 對對對 你只要說話在小那間 在小那間 喔 沒有特別說比較大聲 喔好好 可以阿可以阿可以 換一個 對 對啊對啊對啊 一起一起一起 是 我們這邊正常講話 他那邊聽不到這樣 對阿 他剛剛那個決定我覺得就沒有很優 我覺得沒有很優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 我可能會想蹲女忍 女忍 可是他蹲女忍好像也不會贏 他那個 只能說他起手太尷尬 很尷尬 對他剛剛空二很傷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玩空黃 二倍的小 快黃二倍的小豬 是不是真的必要放 如果是我可能會 放天界兼兵 會不會好一點 他可能是擔心說到後期 如果假如說他是後手的話 沒有反場的能力 因為我看他的牌 其實沒有很多節奖 除了靠322 可以拉 那個聖誕女 這道其實是蛙黃 蛙黃 軸心蛙蛙是一直沒出來 因為很明顯 商販少女是要搭配蛙蛙 他的目的是要 四廢娃 五廢的時候 哭 這個女人 然後六廢 然後之後就是用商販商販 架你的蛙蛙 那這就真的很尷尬 那這就真的很尷尬 那真的就是完全沒有體調 而且還空二的情況下 是完全無法跟對付的 這個 那這個真的是尷尬了 呵呵呵 走遠了走遠了 下面黃家真的走遠了 呵呵 男日與月 調皮一下是選月族 沒錯 沒選錯 沒選錯 月族就正確了 那這邊 就 就 呵呵呵 如果是我會下小豬 進化 然後女人 進化 小豬 我覺得上次就應該女人了 對 雖然說 他可能真的怕雙擊 他可能是有想到這個點 可是如果玩一玩遊戲 你一直在綁對方的話 是不會贏的 對 這 是沒錯 這就是 就是大家中間來說 可以要弱弱的選擇 對啊 那這邊進化小豬 解掉天鐵尖兵 唉唷 他這邊不進化小豬欸 這個 還是他想用蹲的 不會吧 為什麼不進化小豬 這手是不是錯手 錯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能錯手 雖然說不影響結 可是好像 欸 不一定 我們話不能講那麼早 呵呵呵呵 是 呃 明顯打錯了 對 而且剛剛那樣打的話 那邊好像還不會死吧 對啊 雖然說不影響生物結構啦 只能說快完會遇到空片 本來就是從上幾的版本開始 本來就是 比較偏難打的職業 而且他是快黃又 前面又卡手 重點是快黃一些 比較強的 強力的組件都退掉 對啊 在殖利模式本來就是比較難以去發揮的牌組 好那這場是由我們的 1212 1212 先拿下一勝 拿下一勝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 毒流 皇家 1212沒一彎應該是帶亞瑟皇了 喔 亞瑟皇現在最賭了 亞瑟皇 最賭的T1T0牌組 亞瑟皇其實也分很多種啊 像我昨天就研究了很久 呃 像昨天有抽到一份 日本 日本比較偏知名的實況主 SOS的 他的亞瑟皇比較特殊 他有掛入 我們六費的 六費的黑 黑暗劍士奧利利亞 喔 黑劍黑劍 然後還有加上演講 那我個人實際的講 我是蠻不喜歡 六費的那個什麼 看起來 因為他的那套是打 我們的大騎法 嗯 跟龍的大騎法都偏強 就是我超好有看到另外一套喔 就是日本 那個知名實況主 那個什麼 豆腐的 他的六費是選擇方 撲克騎士團 我覺得撲克騎士團這張牌 在新的亞瑟皇就很搭 就很強 所以六費先撲 七費再撲 你八費就直接接 接我們的船 或者是空船長 對 這樣整個強度是夠 而且五費又有母咪可以撲 等於就是撲撲撲撲撲 這真的是很難打 真的那個手順就沒有意外了 像黑與白的雞豆這張牌啊 比較特殊是 通常先手抽到 不會留 是不會留 對 如果是後面最有進來的話 會打 那通常我們是拿四費的那 喔 下面這邊 哇 這個手順非常的 好 如果在六費前能贏的話 是有機會的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OK OK 六費 喔 如果六費錢 如果六費錢 如果六費錢贏是有機會的喔 喔 這個真的很順喔 這邊你會打 是 是打被水一戰 被水一戰 因為 因為 墮天隨時下都會有那個一傷 對 那如果想攤傷害可能會 可是這個沒有理由攤哪 對 前期是鋪場為主 對 而且對方是二費啊 如果對方 可以預想到 最壞的情況就是對方有盾 那對方還真的蠻厲害 真的有盾 對 好 那我們這邊 是 非常順的快攻 那這邊就是 沒意外就是打二費的盾 哇 三費的途徑也進來了 然後四費又有 被擋了一下下 這個盾 這邊其實我覺得還蠻傷的 因為他等一下四費其實是有先鋒 看他三費進什麼 啊 那這邊 就 可能要 多天使可能還是 對 對 要多 對 對 對 因為五費那是 一張 算是 什麼時候算是 弱範外國的阿爾貝爾 可是他的效果 像昨天有看過一些比較 像昨天 達克爾有辦一個他四人的比賽 他沒有提到說 如果這張牌在 其實在無限制 現在肆虐的程度 快黃跟快西頓 是肆虐的非常猖狂啊 對 那我個人昨天有去一下 馬上就被 馬上就被打爆了 哈哈 應該說 應該說 為什麼指定玩不起快黃 因為你沒有 實在很少即時搭配 可是在 無限制的時候 這一張就可以發揮非常強力的 對 那個作用真的是 我還過去丟一大堆牙籤 再把他全部收回來 再全部堆下去 那種華麗的抗扣 喔那個 真的解不掉 真的是解不掉 他即時回來 又是幾次 又答應一點點 喔 沒關係 喔 好 這邊空派這個 為什麼不打蛙呢 呃 這邊 這邊 我覺得又錯手了 對 他 可能是想 說不定是他想給敞壓 因為他覺得 如果下4E 旅蛙 這邊沒有意外 一定是打錯 你是玩中立蛙 你是玩 前面偏走中立 你後面走蛙 對 是我我會選旅蛙 可是我 我是以 就是覺得可能 選手的想法 可能是這樣子 對 那這邊對面 應對的是不錯 那我們前期的優勢 又被 一個補 補回來了 那沒意思 哇 這邊 你看如果這邊 剛剛有先挖的話 其實就還好 其實就可以繼續往他臉上送 可以丟白銀將軍 buff一下 這邊可能 這真的還是值得的 這邊他 可能 可能要用那五分去找盾嗎 找一張通場 可以選鋪 因為 命運卷都是新出來的機制 對 像我們這張什麼 謝 謝莉亞 我們謝莉亞是可以選擇 補場 或者是擠走的 收回擠走的 那這邊那個情況可能就難 要 如果繼續扣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機會 對 應該是直接下 會進入我們 皇家最強的 應該說這個版本 因為 呂蛙跟將軍 真的都不可能 對 那果然是下 對 謝莉亞 去把他撞掉 真的就 沒救了 欸 我們從上帝視角是可以看到 對面手上有兩張 狂藍長槍手 哇 這個真的是 補好補滿 太賺了 那這邊可能 還是先打我們的老鼠 對 因為他這邊補的話 其實只能補到一滴 那 等一下說不定又會被解掉 那我會 如果這邊是我的話 我會打養老鼠 把老鼠養起來 因為對面有11跟12這兩張牌 對 對 對 沒有意外就是狂藍 對吧 他不然是說 打我們臉 丟給Harry 他應該在想進化點 要交給誰 對 對 他應該在想進化點到底要交給誰 對 對 那我猜應該是會交給老鼠 去把他的4-2打掉 然後狂藍一樣是打1-2 如果想要分散風雨 把這張進化解掉 就是打最保險 就是打最保險 他這邊是選擇用狂藍直接解 然後 把老鼠的血量撐起來 那個沒毛病 對 這個蛙黃 可能就 可能 要看他進什麼了 可是4費不管如何都一定要把青蛙鋪下去 如果你是玩蛙黃的玩家的話 就是一定 像 之前 快黃昌覺 昌覺的那個年代 如果你是想玩蛙體系的人 就是蛙就是 對 三費準時一定要下 那時候還沒有被Nerf的時候 對 三費配下去壓力真的是極大 對對對 這張完全是傻眼 那這邊其實還是很尷尬 雖然把老鼠解掉了 但是 他等一下長幽會馬上被他一隻一一換掉 那這邊 如果 對 這邊選擇應該是黑與白 先黑與白的機器都先拿吧 對 反正先拿會回一匹匹沒毛病 拿完再想要幹嘛 如果他真的很怕的話 可是我覺得沒什麼好怕 如果怕的話 他可能是先風起兵進化 可是我覺得很蠢 對 應該 應該不可能先風 因為先風會卡到場 他會讓他的場是滿的 如果是我會黑與白的機鬥 然後選突進那張 對對對 如果不想交進化點的話 如果想交的話也可以直接選黑的 可是選黑的 欸 選黑的 丟黑的也沒什麼用 應該是丟四人那張 丟下去 然後解掉對方 解掉對方 場黑也鋪一隻一 對方 萬黃剩兩張牌 這邊真的黑與白比較好 因為 你手上有一張騎士皇 那 假如說 我們 場面被解光的話 我們等一下七費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鋪亞瑟 對不對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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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保守了 我覺得太保守了 現在這個 有點 不過也還好 他可能是 真的是 想要直接下亞瑟 對 那這邊 進一張圓桌 這邊 對 應該 應該 應該是 也是鋁蛙加天使騎士 不然 鋁蛙就再也沒有用處了 因為鋁蛙到後期 只要你沒有養起來 他下下去 就只是一張一二 然後 蹲在那邊 什麼事都不做一張卡 其實這邊怎麼打都很虧 因為你的鋁蛙會對他的狂瀾 對 那 對面 如果狂瀾直接 掃下來的話 我們 這邊 下面應該是宣告GG 啦 哇 果然沒有意外呢 這邊下面 反場的機會很難 因為快黃 基本上不會放到解場的東西 對 他都是 前面鋪一波 然後贏了就直接全拿 所以以前像我們在我們新城傳說那個時代 會有人選擇放火盾之數 但是我覺得那樣爬噴效率有點差 對 那個因為很尷尬 而且後來又被nerf 對 那 那個能算nerf嗎 因為其實那個爭議很大 雖然buff吧 可是有人覺得 六費爆能是nerf 對 但有人覺得這是 但有人覺得是 但有人覺得是buff nerf就這麼兩級 因為你有時候真的就靠那個六費過一個盾 然後就撞出去 可是 可是以六費來講 六費我們通常希望場商是有一個場的 對啦也是 可是如果你六費空下一張 那個 點掉的話 就很尷尬 就很尷尬 對 是不是又錯手 不是不想贏了 應該 他可能已經放棄希望了 這邊 應該是 沒有意外的話是4加4 或者是選擇 用三費鋪一個 喔 哇 哇 謝莉亞 我被罐頭更爆了 呵呵 這個真的很尷尬 哇 對方一個羞辱啊 這個真的很尷尬 哇 這張謝莉亞 真的 霸凌啊 啊 我們這張 要再一張 要再一張回去 呵呵 那我們 那 我們應該是宣告結束了 呵呵 這邊 這邊還是要最佳解嗎 還是 對 兩張都推下去 有我們也很有運動家精神的 把這兩張 四費下下去 呵呵 啊 這邊又打反了 哇 噢 盾就先套到吧 呵呵 對不對 你盾先套到 可能 玩家太緊張了 玩家太緊張 對 行的 沒事沒事 再接再厲 對我們很有運動家精神 要玩 就玩到最後 呵呵呵 212 獲得 勝利 緊急 其實這個版本 亞瑟宏真的是 一副